18号上午台东区农改厂的各项展示 无论是有机栽培技术的成果 或者是果树防寒降低裂果的技术 在在显示于技术上的研究成果丰硕 厂长林学施博士表示 由于国内食品安全使得人人自为 因此未来的台东县农业走向 也将朝有机栽种的技术做全面性的辅导 在目前食安的这个引领之下 它是一枝独秀 这也是我们长期农业的目标 所以今天展示也有很多有机栽培的技术 我们也有研发非农药防治像三合一 用这样来用在我们的有机栖 就不用再使用化学的药剂 以种种的这些技术的研发品种的改良 主要都是要促进我们台东农业的进步 希望这样能够有效来提升我们农业栽培技术 也希望日后农业能够跟我们大家互相配合 台东县的天然环境被比喻为人间净土 农改厂的技术指导方针 订定有机栽培为导向 未来也将协助台东农产品的精致化 这些发展也希望协助以农业力线的台东 更有实力朝向国际层级来发展 东台新闻吕玉清 台东区农改厂的采访报道